录制这期视频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夜里三点整 是刚刚结束了苹果WWDC2022 这个时间点连夜爆肝 这小小点赞是不是可以先安排一下 在准备这期视频之前 我翻看了一下我们之前2021年的WWDC视频 然后有一个千赞的热评让我印象很深 KG圈新人 请问WWDC是万物都超的意思吗 好的 大家好 我是双九 欢迎收看本期要白视频 今年的WWDC内容量是非常庞大 我们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精华给大家提炼一下 相对于非常例行更新的LS16以及iPadOS 咱们肯定要先讲M2芯片以及最新的Mable Air 这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感兴趣的请扣1 首先芯片这边M2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 第二代的5纳米 然后200亿晶体管 比上一代是提升了25% 这次是8核CPU 最高是到10核GPU 官网默认是8加8 你可以自己把选到10核GPU 最高是支持到24G的内存 内存带宽是提升了50% 再加上Ultra和Max 这两个芯片的面积给大家放一下 你可以对比一下 重点来了 满载的情况下 GPU相比于M1是提升了35% 然后CPU是提升了18% 同时你也可以捡更多的8K或者4K的视频了 从目前的纸面猜数来看 提升是基本上符合预期的 就是例行的迭代升级 这个后面应该就会更新这个GPU M2的 比如说Ultra或者Max了 然后搭载它的这个新款的Air呢 这个整个ID模具上啊 全部都换了啊 这个我现在桌子上放的 这就是我自己用的这个Air 这个新款的Air呢是1.22千克 比上一代呢是轻了一丢丢 轻了70克 但这次呢新增加了一个颜色是星光色 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iPhone 13系列的视频 应该知道苹果的这个星光色呢 其实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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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的一种金色 这个白色和金色之间的这么一种颜色 13.6英寸啊 这个是比上一代要更大了 而且屏幕呢最关键的啊 它也是哎 刘海平了 然后11.3毫米啊 整体呢是比较薄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次它换了模具之后 跟大哥这个形式上是统一了 它也不是现在的这样啊 这边是特别薄的 然后后面呢是厚的这种形式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压扁了的14寸MacBook Pro啊 整体ID上差不太多 然后是1080P的摄像头 反正这笔记本上的这刘海平 苹果也发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你现在能接受的请扣1 你现在还接受不了的请扣2 反正我还是得扣2啊 苹果它自己说啊 这个比如说Fullshop啊 这个图形工作啊 是提升了20%相比于M1 然后这个视频工作 比如说Fullshop Pro啊 就我们工作室都用的这个软件 是提升了40%的这个工作效率 当然啊 包括前面M2它自己说的那些啊 这个都得咱们拿到本之后 实际进行测试 别着急啊 后面马上咱就开始 然后就视频播放呢 这次M2的这个能效比呢 又是有提升啊 这个说是可以新的Air呢 播放18个小时啊 充电器上呢 它发布会上啊 就说了那个双口的充电器 然后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啊 果然这苹果也跟安卓厂商都一样啊 就是发布会上讲它最好的那个东西 它这次如果你要选择8核GPU那个版本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单C的30W的充电器 如果你选择的是高配的10核GPU的版本 才是双C的35W的充电器 比如说同时可以给你的iPhone进行充电 它最高呢可以使用67W的充电器进行充电啊 屏幕方面除了刘海评啊 这个500尼特的亮度比上一代呢 是提升了25% 然后支持11色 价格方面毕竟新款嘛 也不算便宜啊 我看了一下啊 9499起啊 基本上1万块钱了 然后它还是8加256G的啊 这肯定太低了啊 然后11899是8加512的啊 这个是10核GPU的版本啊 对那个9499的还是8核GPU的版本啊 然后顶配的话啊 Air啊 你可以选到19399啊 差不多2万块钱了 然后它基于M2呢 还这个给老款模具的MacBook Pro13寸啊 更新了一下 9999起 然后顶配呢 是18000多块钱啊 对 你们也听错啊 13寸的这个Pro啊 顶配比新款的Air啊 还要便宜一些 啊 相比于上一代呢 提升了39% 然后相比于这个之前英特尔的版本呢 提升了3.4倍 同样最高呢 你是可以选到24G的内存的 嗯 老款模具的Pro要更厚一些 然后它是可以达到20个小时的视频播放 比这个新款的Air呢 是多了两个小时 OK视频的后半部分呢 就是各个平台的OS了 然后我们挑重点的说啊 这个如果要是全部讲完实在是太长了 咱们就顺便从这个MacOS开始啊 这个13 我认为它重点的就有两个比较大的更新 就是侧边多窗口 还有一个摄像头的硬件啊 它可以连接上iPhone 这侧边多窗口呢 就是换了一种展现形式 然后它最关键的就是可以把多个APP呢 给你编组工作了 这个功能安卓用户已经很熟悉了 尤其是折叠评论用户啊 应该早早就用上了啊 就是可以多GAAP合在一个工作组里面 然后快捷的调用 然后第二个其实不应该算是OS啊 算是一个硬件啊 可以说是本场发布会的第三个硬件啊 展示的是贝尔金啊 出了一个基于这个MagSafe的这么一个摄像头支架 你可以把它架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 当然你也可以拿起来啊 它最大的用处呢 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开工作会议的时候 你可以拿着这个手机 然后携上这个支架之后 然后调用iPhone的摄像头 然后去排各种各样的东西 用作这个演示使用 这算是一种方法 但是啊 那为啥不直接用iPhone呢 对吧 连接摄像头就可以用了 为啥一定要连电脑呢 当你连上iPhone的摄像头之后呢 这个人像模式啊 光效啊也都支持了 然后它也支持第三方的程序啊 这个可能是有一些专业的场景能用得到吧 贝尔金的这个支架呢是今天晚些时候发售 我估计后续其他第三方的品牌呢也都可以接进来啊 OK啊下面呢就是iOS16啊 就更新了一个新的锁屏界面 OK结束 不能这样啊 其实有点太敷衍了 还咱们还是详细聊一聊啊 新的这个锁屏显示呢 就是各种元素呢你都可以调动了 就比如说字体啊这个颜色呀 然后可以用这个天气显示啊 还有这个人像模式啊 之前其实WatchOS上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啊 反正在锁屏界面上你可以调各种各样的元素了 之前是吧就给你困得死死的 在这个解锁界面下呢 你直接长按 然后它就会把这个预置界面呢都显示出来 你可以在这设置各种各样的锁屏界面 比如说照片啊 这就是我刚才的那个人像拍的 必须得是人像的照片才行啊 因为它就可以自动的帮你识别人像的这些效果 黑白啊 摄影视 然后彩色背景 然后上面这些字啊 字体颜色都可以进行调啊 都没有问题 而这个天气的界面呢 你也可以进行自定 就比如说这些小组件 你看这里非常丰富啊 第三方估计后续也会开放 你可以添加 就比如说你的运动情况啊 你的电池的这个情况啊 我这里放的是我的Apple Watch 这个情况现在是百分之百 然后还有一个啊 估计安卓小伙伴应该非常熟悉 比如说这个天文 地球细节啊 再来一个月球细节啊 小米的小伙伴是不是很熟悉 我们来一个地球啊 完成 OK 解锁 这个动的效果不是特别大啊 这次通知它也是在下面的 方便你单手操作 也挡不到你上面的这些东西了 这里还增加了搜索啊 这个标识 快速的 然后我们发现 它这次是支持了 这个横置手机的时候解锁啊 这台是没有升级的 我们特意带了个壳 然后比如说横置的时候 应该它又解锁不了 但是这个 再来一次啊 看这解锁了 注意看这里 动画也挺快的啊 看直接一打开就没了 这算是一个新的更新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应用场景啊 第三方的APP呢 可以在锁评界面上显示一些快捷信息 比如说打车的时候 在锁评界面就直接告诉你这车到哪了 估计安卓用户还是在的 就这 OK 下一个就是信息 这次它支持了撤回的功能 不知道是不是跟微信学的 然后它可以标记成未读 然后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功能 我觉得微信可以学习一下它 就是发出去之后的这个消息 它可以重新编辑 这个防止你打错字啊 或者说说错话呀 然后它默认的输入法呢 是支持了语音听写的这个功能 是基于它自己系统集的啊 当然这其他第三方的输入法呢 这功能早就有了 问一下大家啊 就是你现在正在用的是什么输入法 可以打在公屏上 下一个就是实况文本啊 这个在上一次更新的时候啊 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因为之前啊 很多OSR的软件呢 也都支持这些功能 但是呢很多都是收费的 或者说呢没那么好用啊 苹果呢 它自己做在系统集里面了之后 确实还更加方便一些 而且这功能还不用联网 这张照片是人像 然后我直接按 哎你看我这个人 就立刻被提取出来了 比如说我可以放在 备忘录里边啊 当然你看也有些bug啊 它提取的不是特别精准 然后在视频方面呢 它这次也可以 不过呢你得先把视频暂停啊 这个是我们当时 AppleStar武汉开业的时候拍的啊 直接按这个字 就直接可以复制粘贴了啊 这是在视频里边啊 如果要是非人像呢 我不知道是现在这个版本的bug 还是它就这样识别到 比如说这视频我们现在暂停 然后你看 咱们这是识别出来了一块什么东西 哎 哦 它其实是把中间的这一条苹果给识别过来了 可能是bug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与时俱进的这个carplay啊 这个它针对目前各种各样的这个新能源车电动车呢 现在屏幕越来越多啊 屏幕也越来越大是吧 它出了这个大屏的兼容 然后有不同的风格 它可以控制汽车的功能也更多了 比如说空调啊什么风速啊 然后它都有相应的这个展示界面啊 算是对目前新能源这批大屏车一个跟进的推动吧 Wattro S9这边呢 怎么来说 就是如果你用不到 那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功能更新 但是如果你用不到 你就感觉没有更新 增加了四个表盘 然后新的Siri UI 体能训练这个更新呢 如果你要是跑步爱好者的话呢 那么应该是个挺重要的功能 就比如说它可以基于你 产用线路的这个保存和这个运动的情况呢 再进行比较 然后来智能的提醒你 哎 你运动的怎么样啊 这个不能过量啊 或者说激励你出更好的这个成绩 然后基于新的算法呢 它可以有三项跑姿的测量 那就比如说根据你胳膊这个晃动的程度 来判断你的这个跑姿情况 睡眠这块呢 增加了深度睡眠和浅度睡眠的这个监测啊 小米用户表示很熟悉啊 然后心脏这块呢 它有一个监测防颤啊 就比如说历史啊 时长啊 有相应的一些监测 当然这个功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啊 然后它可以生成比较详细的健康信息的PDF OK 最后一个iPadOS 我觉得值得讲的呢 也就两个啊 第一个就是它可以通过iMaster快速发起协助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比如说 哎 我这不会弄了啊 你赶紧帮我一下啊 要不你打电话 打视频电话是吧 我可以直接快速通过这个发起协助 然后协作的时候可以通话还有视频啊 全部都接进来啊 这个系统级的稍微方便一些 然后第二个就是跟MacOS非常像的侧边栏多任务的一个展示 现在这台iPad Pro呢 我们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iPadOS 16 然后我们现在跟这台studio display连接到一起了啊 它这个侧边的多任务窗口已经出来了啊 其实也很简单啊 就是把你的app就放在了侧边 然后你想要哪个就是点出来就OK了 这个文件和它直接拖过来啊 它就组成了一个编组 然后它是可以自由的拖动大小的啊 拖长一点也可以啊 然后我这个时候想看这个编组 直接点过来就OK了 不过啊 提醒注意啊 只有M1芯片的iPad才可以 iPad本身呢 它也增加了一个按钮啊 比如说现在就是普通的分屏模式啊 很常见 然后你一点它 它就会变成这个侧边栏 比如说调整大小啊 我也都可以啊 这个多个app啊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四个在一起啊 当然呢 这只是我们快速的啊 比如说现在才已经到凌晨的这个五点多了啊 肯定会有一些功能呢 不是那么完善 等着它更新正式版之后 我们再好好跟大家体验 可能有一些最终的版本呢 不是这样了 我们可能也没说对啊 OK总结一下啊 就是一句话啊 改变不大啊 大家可以把这四个字打在公屏上啊 最显性的更新 我看了一下 应该就俩吧 第一个就是iOS的锁屏界面变了 然后还有就是iOS和macOS的这个多任务的侧边这个显示 然后iOS这个小窗它可以缩大缩小了 这个就是最显性的吧 OK 各位iOS的知识情况呢 给大家打出来啊 这个iOS16呢 最低要求就是iPhone8起了 如果你恰好错过了啊 请扣1 握手S呢 要求S4或SE及以上的这个设备才行了 如果你正好也错过了啊 请继续扣1 iOS呢 那还是继续放宽各种各样的权限 之前的小组件 现在的锁屏界面就是一步一步往安卓那方向去呗 就是把权限更多的交换给你 iOS和macOS呢 就是两边的更加相互的融合 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演进方向 当然今晚的重点呢就是M2和Air了 满分十分的话 这个新款的Air 你给几分呢 可以走边弹幕 OK 啊 连夜爆竿完毕啊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 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别着急 后续的这些硬件呢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体验和测评 大家记得关注小白测评就可以了 不过这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